首先来关注中国南京一家化学工厂发生爆炸并且引发了大火 造成一名消防员和三名工厂员工轻度灼伤 当局派出30辆消防车和超过200名消防员到现场抢救 星期五晚上9点15分 江苏南京化工园区内熊熊烈火冲天 现场顿时陷入一片火海 事发原因是化工厂的还仰甲烷装置爆炸起火 火势蔓延到附近的三个酒精容器而造成这次的惨祸 当地消防部门派出30辆消防车和超过200名消防员到现场救火 他们费尽一番功夫 历经五个多小时后成功把火扑灭 救援人员还使用管道从周边的河里抽取河水 通过高压水泡对现场进行降温控制 以防死灰复燃 在事故中受伤的一名消防员和三名工厂员工已被送院治疗 当局表示工厂发生爆炸 气体经过燃烧 主要产生的是二氧化碳和水 目前并不会对环境造成太严重的污染 出世的工厂属于香港商家独资的企业 主要完全质量并不会出现 硬度关系并不会出现 就会有完美化的路程 态度关系 rule 对环境的対象